老公 老公 请找个小伙 我跟华大妈一定点 在这儿等她 敬河 哎呀 我的妈呀 咱就不是去旅游吗 这不是日本鬼子逃跑 你们带这老师的东西干啥呀 哎呀 我的 哎呀 你看你说的 咱们出去好几天呀 不得多带点东西呀 孩子们给咱的吃的拿了没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 这是大米粒给咱买的 这是钱水峰 给咱网购的 哎呀 真行 哎 不对呀 不是说咱去旅游那地方管吃的吗 对呀 那咱带这么多吃的干啥呀 你这不是眼大肚子小吗 你说你这人说的傻话 哎 你叫大伙看看你的造型 啊 不是 街坊连军们 你看我老公 眼睛大不大 肚子小不小 哎呀 别认得起 就你这大肚子偏偏的 不得了吃了 再说了 这些东西不光咱俩 还有一个广大妹子份的啊 黄大妹子啊 我怎么她啥也不带就蹭咱们的呗 不是这黄大妹子她家儿女双全那是经济条件挺好 她也不差钱啊 她怎么这么抠门呢 她不是抠门 这不以前吧 她家条件稍微差点 就养成了一个节省的习惯 她是节了 我啥也没省下呀 哎 你们大伙知道那黄大妹子是谁吗 那就是老虎的饭量 皮羞的消化系统 你个拉倒吧 吃剩吃多少啊 再说人家黄大妹子主动承担咱们助许的钱 知道不 还助许的钱 她要不承担助许 还用不着拿这么多东西呢 拉倒我告你啊 咱们既然出去了 就得好好乐乐呵呵的 你别老赶他整事啊 我就是那么一说呗 还就那么一说 你这么点 这个东西咱合理分配一下啊 合理分配咋分配 这么点 吃了我拿 这个你呗 哎呀我说老东西啊 你安个尾巴就是猴啊 太尖了 你过来过来过来 我看你是要搞事情啊 你搞什么事情 你以为我不识数啊 我什么意思啊 啊这个我拿 这吃的你拿 这吃的大伙知道不 一边走一边吃 越吃越吃 这个大包 我得把它背到目的地 找不到我还得背一回来 我给你当一辈子老伴呢 你不知道我啥人呢 你等那个吃的吃了了 我不就帮你背那大包了吗 啊 吃 吃 哎呀我的老公啊 我这辈子嫁给你 好好幸福呀 啊 你看我这老伴吧 平时看着虎背胸腰的 这牙一疼我还冲爆 这想点一人去 你说啥 请一个 行你看看你听大伙的 你要亲我一个这点东西 我替你背着 一边哪一个 那我亲你一个 滚犊子 阿姨呀 我这咋刚上来就让我滚犊子呀 不是 不是说你 不是说你 他说我是 你是犊子 不是 你这也不像 我也不知道我像不像 谁知道犊子长得啥样 你以后有点正常吧 快点来 分东西分东西 阿姨这么多好吃的啊 那个什么 这是大米粒啊 带着吃的 这份是你的 这是那个前世风是网购的 你说我这跟大哥大好出门啊 每回都给我带好吃的 长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应该的吧 这回我也带一份 咱们呢也AA一回 咱们咱们变好了 你把那俩先拿回去吧 是吧 你知道你这里头也就是装 七个烧饼 六个馒头 八个花卷 什么的 这傻乎 牛肉干 烤鱼片 奶糖 你看看 小克力 全是进口的 是进口的 没有拿烤鱼片敷脸的 啥敷脸呢 全是国外进口来的 你是不是有啥事 想求我和你大哥呀 哎呀 大哥大嫂 在你们眼里 我真就那么抠门啊 哦 姐姐 你的一贯作风 都已经随入人心了 今天两个地方 这么一敞了 有点接受不了 平时我是挺节俭 不过今天 伙伴们的友谊小船 能够长风破浪 永远不翻 我出把血 啊 你这哪是出血呀 我看你这是惯血肠啊你 这玩意儿准不少钱吧 哎呀 二十多块呢 心疼我两小时了 哎呀 老头不是 你这嘴咋这么沉呢 不是 你吃什么 你也吃一口 我不吃 一会儿他喝鬼了 你就吃不着了 哎呀 你这人也太小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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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人来的 你干啥呢 小船咋来了呢 哎呀我的妈呀 挺浪漫呢 离家不到二十米 搁这玩春游呢 哈哈哈哈 啊 那个 真小的 有话就说 做别动手了 行行行 哎呀 这也太丰盛了 吃的挺富豪啊 吃的 这孩子咋说话呢 这都是进口的 哪出关 这都谁买的呀 你黄奶奶买的 哈哈哈哈 黄奶奶 哎 你买的呀 啊 哈哈 黄奶奶 嗯 我爷爷是不是把存折给你了 滚犊子 谁纳米也存折了 哈哈哈哈 他说你是啥玩意 鸡子 原来就长你这样啊 哈哈哈哈 咋呢 帅爷爷啊 要不是我爷爷给他钱 他舍得这么花吗 你拉倒 什么爷爷往前关系都没有 你照着你黄奶奶那样的 你给我来一套 拿着钱来 啥意思 小费啊 小费 全款 15块钱你让我带啥呀 带点炸菜呀 你那地方炸菜咋那么贵 什么玩意就15块 人家那一大堆才20块钱 不是 20 20 20块钱只能买一样 老奶奶啊 我告诉你啊 这些东西我跟你说整老就是过期的 过期的啊 啊 哎这不是说大事情吗 这不过期的 这本药啊 那 那就是假的 什么呀 这些东西全不能吃啊 不是 不是 不是要吃完了怎么啥样呢 你想要啥样的 你就知道啥样的 算中毒 啊 行 狗中毒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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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中毒 哈哈 酸毒 千中毒 有那么邪乎吗 别瞎 黄奶奶 这些东西你吃完之后 轻地翻白眼 重点直接就翻篇了 哎 你看我跟你说 少吃点根本就没事 黄奶奶 千万不能吃 为了我爷爷的幸福 你要吃完之后 爷爷后半生指定是打光棍了 赶紧打电话 不能给他买的 是吗 赶紧 你讲的 哎 哎 哎 儿子 那啥 你买这东西有不少人想打听在哪买的 嗯 能找着那家不 啊 是实体店的 好吧 实体店就好玩了 哎呀太好了 二十块钱也能找回来 什么二十块钱呢 你加十倍法管 啊 十倍二百呀 二百 二百能行吗 最低两千 你成功了你啊 啊 儿子 那实体店在哪啊 大米粒超市 啊 哎呀 哎呀我的妈呀 不可能不可能啊 只要是假货 是从他的超市卖出去 他就得负责 大米粒 不用 大米粒 哎呀老大哥 你得让我家的兄弟皇帝要 出来 爸 干嘛呀爸呀 你没有嘴呢 哎呀干嘛呀爸呀 什么玩干啥呀 你咋还不走呢 你们 我走过哪走 我这火没发出去 我就不走 咋咋 我问你点事 你皇姨他儿子 是不是在你超市买东西了 对啊 你看看这些东西是你的不 对 你好好看看 这个 对啊 是我那儿的 那就行了 怎么的呢 给你皇姨二百块钱 哎呀不要 我也没带钱呢 没带钱我给你垫上啊 我告诉你这钱我给你垫的啊 你得还我少一份都不好使 你拿着 不是你大哥这干啥呢 你这钱我能要吗 你这成啥生日呢 爸你这是咋的了呀 咱你卖这东西都是假货 啊 我每天都看生产日期 都是真的 谁说是假的呀 看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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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倩 看不着你这么一大驼子站着 你给我过来 你说是假的是吧 我告诉你 你不过拿点证据来 你看我怎么拾着你 大姑 这还要证据吗 二十块钱买一堆 不是假的 是啥 这一堆五百多呢 啊 五百 都五百 我跟你说 我就说嘛 假的它就不能那么好吃 嘴下留情吧大哥 大米粒啊 大米粒啊 啊 你能不能 给阿姨退了 黄姨啊 那都拆分了怎么退啊 这拆分 你爸和你妈吃 你没看他还吃呢吗 那啥 你这二百块钱 我就收起来了 你还不行 你那的黄姨啊 你大方一回也没大方到正地方 什么 我那酸菜汤都没看着 哎呀妈 这哪是关血汤呢 这是要我命的 别着急 别着急 那啥 我问我儿子到底咋回事 你整个 儿子 你买的东西真挺好吃 你看你老范大叔那吃的根嘎的 不过呢 有人想买 给我二十块钱 买不来呀 你拿我当傻子 我都知道是五百块钱 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 您为了我呀 姐姐了一辈子了 没吃过好的也没用过好的 现在儿子长大了 能赚钱了 我呀 就是想提升下您的生活品质 我说都花钱了吧 又怕您舍不得 所以 就撒了一个小谎 儿子 五百块钱的事 回来跟你算账 这还算啥账啊 有这么好的儿子 那你就偷着乐趣吧 既然儿子这么孝顺 你就听他一句话 好好的享受几天生活吧 对呀 咱们都忙活大半辈子了 现在生活好了啥也不去了 咱们也应该把咱们的晚年了 好好安排安排 哎呀妈呀 哎呀 我儿子给我盯的是北京饭店商务套房 咱们说三十晚上一许 我是不是骗我的呀 张哥别去了 他不去了 他不去了 别 大哥 大嫂 咱都这岁数了 既然孩子孝顺咱 咱们也高高兴兴 痛痛快快的享受一把生活 好 今天呢 我喝出去了 灌把血肠 邻里相亲们 商务套房 一许三十块钱 有趣的呗 我请客 出发 走 走 你也打开 送一块一个别 来 来 一块 你快点 走 你用一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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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